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Node.js 这是消息服务器开发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讲 我们这节课呢主要是为我们之前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在 前面那么多节课程里面我们主要从入门进阶高级 三个阶段来讲解了不同的一些 内容 那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在入门阶段的话我们首先学习了这个Node.js的一个 Net模块 然后呢了解了我们TCP的一些双向通讯的一些东西 之后呢我们就 使用SocketIO来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室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入门的一个基础知识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消息的一个应用 然后在进阶里面的话我们基于这个SocketIO 来实现了这个Base64的一个图片传输 然后呢是我们二进制的一个数据传输 另外还学习了这个SocketIO的一个命名空间和房间的一个处理 那么在学完入门和进阶之后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已经能够 能够搭建好我们这个一个聊天室系统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 这一系列课程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能够实现能够基于Load来实现一个聊天室一个系统 之后的话就进入我们的一个高级篇 高级篇主要讲什么呢 高级篇主要说的是我们基于 MQTT这样一个物联网的一个协议 来实现一些 来实现这个什么呢 物联网方式的一个 消息推送和消息订阅 这里面讲到了一个 MQTT的一个服务器Mosca和MQTT的一个客户端 MQTT-JS 当然这两个的话其实是Load这样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Java和或者是AlanCCA里面 他还有其他的一些broker可以使用 另外他还可以结合ActiveMQTT这些消息对列的 来来进行一个使用 当然这些更复杂的使用的话 就需要大家自己下去更详细的去了解 我在这里呢只会做到一个抛砖引译的一个作用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 内容 那么在学完这些课程之后 这些系列课程之后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了什么呢 首先呢是要 对这个Note的JS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一个认识 然后呢对他的一个网络通信的一个 模块 比较了解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类体模块 还有这个HTTP这个模块 另外的话就是说 要比较熟悉SocketIO 顺带的话 把Express也 了解一下 然后在 还有就是说能够使用Express 和这个SocketIO来搭建一个完整的一个聊天室 我相信 不少同学都喜欢 实现一个自己的一个聊天室系统 那么 在Note的里面 用SocketIO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如果想尝试不同的一个 风格的话 还可以采用MQTT 这样一个协议来实现一个聊天室系统 那么他在实现聊天室系统的时候的话 这个主题 设计好一个 设计聊好的一个主题数 就能够实现群聊单聊的这样一个 场景 另外的话 这一系列课程的话 还给大家带来比较多的一些概念 而且也给大家带来 一些比较 流行的酷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在 学完之后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尝试使用这些 酷 在使用的使用的过程中再去体会他们的一个 特点 和优势 最后的话能够达到融会贯通的一个目的 好 那么这一系列课程的话 就 结束了 希望大家在这一系列课程中能够 真正的学到一些有用的一个东西 好 再见